来观战一把百新先知啊 记者调酒先知加前锋打记录员 你别说这个阵容打 不不怎么记录员呢 打那个守夜人 看抓谁 抓个调酒师 那不是对不对 这局求生者就稳中求胜了吗 这调酒师 这调酒师被抓 我都不知道求人该怎么输 除了操作出大失误之外 这调酒师这个酒必然能回上 因为有先知 这局说实话 守夜人抓调酒 有一种 什么感觉呢 就是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感觉 这怎么打呀 我不知道这局该怎么打的 就除非被震慑 他只要不被震慑 是不是 这口酒必然回上 他待会儿 如果说靠自己的操作可以的情况下 待会儿都可以再调品酒 什么的 这里守夜人的闪现CD快好了 但是收尾拉开了没办法 这调酒是真的抓不了 放个小娃娃 想扛刀 但是放晚了 这里的话过来抓记者 闪现一刀 先知鸟有没有 宝瓶别救 鸟鸟鸟鸟鸟 看这只鸟 如果这个 我还扛了一刀 闪 哎呀可惜鸟没给上 这边先知 好像队友也没有叫 毕竟是路人局啊 可以看到就是配合的上限 就不会那么高 如果这只鸟能够给上 但是刚才这个鸟的 说实话也真不好给 要给可能早就给了 早给了呢 这边可能就没有这种记者的一些 比较犀利的操作了 我们看救人吧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的话 现在是2.5的样子 这个密码机是不足以支撑 穷者去打个四人开门战的 除非换挂 除非换挂 一波撞不够啊 追前锋 啊 追前锋 记者走啊 大哥 你这开始修机子了 哎万一这手艺人两跳跳过来呢 这波换抓前锋也是有点 没想到的 为什么换抓前锋啊 这个抓前锋 不好吧 这个前锋抓了这个局 求生者吹响反击的号角了 本来不知道该怎么赢了 现在知道了呀 这前锋救下来 对吧 先支鸟一套 这前锋能牵制起来 我就机会来了吗 调酒是一边喝酒 前锋慢翻 有鸟的 鸟给上 好的 跳过来 前锋还有球 拉球进交互点 过来 一刀 哎呦 可惜 这一刀的话 前锋这边因为拉球完以后 有一个那个僵直 这波如果这块板子下了 真的四轮开门站 也够了 也够了 这前锋是个二挂 够了呀 先支来救人 外面记者一台鸡 调酒一台鸡 这波 打个换挂 是真的没想到 这个机子有点压不住啊 这先支都可以站在你脸上吸 来我们接着给他先支 待会这先支都可以站在你脸上吸 是不是 其实这波都好觉得就早了 他可以先不救 就站这边 因为你救了这个前锋呢 可能这边去管机子了 但你不救这个前锋的话呢 你就可以站在那边脸上吸 对不对 你管不管我嘛 你管我 这边队友修机子 你不管我 你不管我 我这边吸 一边吸你你鸟 一边救你的人 记者也来了 说实话 这把我觉得 就手艺人在这一手节奏上面 前锋到时都没怎么装啊 怎么会换抓前锋去了 百姓先知 百姓先知 走位很翘 关门的话 前锋要新起机子 这个机子 硬抢 先知倒地 那还得再来一个人 还得再来一个人 这边96的机子 再倒倒脸 这路人局抢机子 是常见的问题 这边的话底牌 它是有底牌的 它是有底牌的 但是没有切 切了 切尸长 切尸长的话 挂 挂一手先知 外面重新起 前锋这边先翻箱子 记者手里有个旧人物啊 核心问题是 现在他们这边的机子 还没修 现在要有个人 在外面新起台机子才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硬打这台机子的话 容易出事情 其实这个时候 外面重新起机子 我觉得还行 记者手里还有个博命 对 前锋这边去 重新修一台机子 是可以的 完全可以 这边而且卡半救下来了 记者这边还套上了博命 挂个调酒石 挂个调酒石 你管不管先知吗 你管先知 我这边马上给救了 而且我们注意到上帝视角来看 这个手艺人是没有在挽留的 这个局真打出四人开门战 都有可能四跑 一锅缝隙 来 先保一个 记者二挂 先挂什么 三十六的密码机 这里的话 先知是能教自己 对吧 然后这边调酒石去接力 调酒石去补这个机子 前锋来救人 对对对对对 这边手艺人顶出来 先知交自己了 好的 这边 就 这个时候就压住就可以了 先知都不用着急救人的 等到前锋来了 一起救 两个人要一起打一个鞋筒 要打一个鞋筒 这边先知来 接到给到 接到好的 那边人救下来 可以 没关系 这先知无所谓的 对吧 我只是教自己而已 我又不是上挂飞 再来救一波 四人开门战 这就是高分段穷者 虽然说他们抢起 抢抢机子那波血亏 但是他们能够 在当时那个节点 选择重新修机子 他们就有机会 再加上我们上帝视角看到 这个是没有大心脏的 一刀打 好 这里 密码机点亮 对 先亮 再救 你一个切尸场 没挽留的守夜人 这边扛扛扛扛 一个侧边刀 哎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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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侧边刀先打完 游戏基本结束了 那边调酒师是个满血 记者摸上门 没法打了 这个手里面没东西了 主要手里面没东西了 这把属于是什么呢 就是两边都会给到一些机会 但主要就是守夜人 他那手选择换挂 会不会是因为他没有挽留 他没有挽留 他想打的拼一点 所以他选择换抓前锋 然后想把这个节奏打开 可能有这样的考虑